國慶日即將到來 是國家一年度的重要節日 勝府各區公所在路上插滿國旗 旗海飄揚相當壯觀 數千面上千面的國旗 因為每一個區公所大概以150面的量 再加上原本社會處也有 原本估計也是近千面的國旗 還有公務處也在我們高速公路的出口處兩側 所以未來高速公路一出口 就可以看到很壯觀 非常數量之多 數大便是美 這樣的一個旗海飄揚的景色 其實在基隆市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港口城市 其實不只是國慶日 其實平常我們的船舶進到基隆港 就必須要懸掛國旗 慶祝中華民國生日 勝府規劃在文化中心外牆 作為城市大型投影霧漫 播放國旗飄揚畫面 那我們今年會在我們的文化中心的外牆 就像上一次我們舉辦夏日記者 夏日電影院一樣 我們會再用投影的方式 在我們文化中心的白色外牆上面呢 會播放我們國旗的一個動畫 那這個動畫呢總共是30秒鐘的一個時間 我們會以有愛城市的人物與精神 那象徵著我們基隆的活力 創新 30秒動畫將以有愛城市 人物和精神為主軸 播放時間橫跨中秋節和國慶日兩大連假 連續11天晚間 讓大家一起感受國慶的氛圍 記者 黃少鳴基隆報導 真的真的 低一點 真的不錯 我還是對 谢谢大家